大家好,我是白天酌情晚上蓬地的酌情师王叔叔 上一次的漆已经干了,接下来我们来做下一步 上一次我们用的白色的推光器 结果干了不后它呈现一种褐色 而这个就是因为大漆它本身会变黑的这样一种特性 无论什么颜色加上大漆 最后它都会变成深色 所以想得到纯白色的古琴 除了贴档壳之外,暂时还没有找到别的方式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式,也欢迎评论区告诉我 首先我们还是将古琴通体打磨一遍 大家能发现整体的话就是我们之前打链所打出来的效果 像不像是能用外太空看地球上的山脉 参与粉中的角落 经过通体的打磨过后 前面的花纹其实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过呢 整体我本身想把它做成白色 结果最后这个白色的推光漆 它呈现了一种粉红偏棕色的这种状态 我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我决定将这个漆面再重新设计一遍 在做下一次漆面设计之前 我们可以把龙银给它整体的修整出来 这个凤爪龙池这个部分 等到我们整体的漆面设计成功过后 我们再把它打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